台教育部门课审大会13号通过明确提到 中国史纳入东亚史的架构下讨论 中国史不再单独存在 那么嘉义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吴坤才就表示 这就是三阶段去中国化的正式完成 台湾史从一个章节变成一本书 最后再把中国史做掉 那怎么看待蔡当局的这三个阶段呢 我们讲嘛 那叫洗脑教育 什么叫洗脑教育 就是他继续在制作下一代的天然毒 他只能做这种事情 为了他自己的选举 我现在因为一切没有办法在经济上面 在民生上面做一些竞逐 那我只好从你的脑袋里面下功夫 就是你从小就洗脑说 你不是中国人 你不是中国人 中国跟台湾之间有一些恩怨情仇 大部分是强调仇的部分 然后一直去把仇视大陆这部分继续的扩大 然后以后长大就变天然毒 以后只要支持两岸之间的未来 这个和平统一发展这样的人 我就绝对不会投他 这叫天然毒 这叫洗脑 问题他这种史观 完全错误的史观 东亚史 今天在我们立法机构的国民党的明代 有开记者会 他说东亚 东亚这个词是最近20年才出现 中国归到东亚史去 你在搞什么名堂 可是可是我跟你讲 这是他们必要之恶 为什么 为他们自己的选举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在台湾搞那种洗脑式的 这样的一个大革命 我也不在乎 因为发现小朋友 原来你的史观 跟世界其他各国史观不一样 没有关系 只要对我选举有利 这个部分他觉得他是无所谓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历史学者 非常抗议的地方 你这完全跟我们过去学的历史 完全不一样 而且不是因为史观 是因为你在作假 这才是问题所在